女孩的哥哥在两年前去世 从那时候开始变得一蹶不振 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人交流 直到毕业他都没能跟自己喜欢的男孩说一句话 他不知道的是 他喜欢的男孩也经常会在人群中凝望着他 大卫的家境并不是很好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做了驳车小弟 在给人开车门时不小心打掉了女孩手中的书 四目相望 正是他喜欢的女孩了 两人第一次有了交流 虽然只是短暂几句话 但两人的内心也都被深深地触动 女孩在进入酒店前想到了什么 羞涩且不知可否地喊住了大卫 让他给同学录上面签了名字 这才满意地回到酒店 莱尔向父母提议开一个同学聚会 表面上是为了增加同学之间的感情 实则是想跟大卫有更多的接触 听到母亲答应了此事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楼下 将聚会的事情告诉了他 也就在这时来了一辆车 好友被富二代羞辱 大卫及时阻止了他 等到富二代走进酒店 两人便想着报复 喊一旁的莱尔上车 莱尔显然有所顾虑 但最终还是上了车 从开始时的忐忑不定 到后来的放声大喊 他仿佛倾泻了两年以来的所有情绪 该来的总是会来 等到三人回到酒店时 车主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莱尔想将一切归到自己身上 但富二代没有理会他 而是走到大卫面前 言语羞辱莱尔 这怎么忍得了 一拳便打向了他 心里是顺畅了 但他也因此丢了工作 不久便到了同学聚会的日子 家里来的人都是父亲邀请来的朋友 但这都没关系 他期待的是大卫的到来 为了增添聚会的气氛 他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举报一家狂欢派对 原来今天除了莱尔以外 还有人举办聚会 莱尔在学校没有朋友跟交际权 所以没人买他的账 很快这个电话就起了效果 同学们纷纷到来 父亲面对涌进来的人不知所措 深夜 聚会上就只剩下他们 带头的人决定玩一个游戏 两人一组表演节目 莱尔跟大卫自然成了一组 两人的举动影的同学们高声呐喊 可就在关键时刻灯光熄灭 大卫拿起蜡烛 带着莱尔走到了一个小隔间 罪魁祸首出来打圆场 话语间想要尽快结束聚会 呼喊莱尔献上最后的注词 可在见到莱尔从隔间出来时 他脸上的笑容开始变得僵硬 最后聚会草草结束 他单独送大卫 显然大卫偷车的行为 在父亲的心里打上了标签 有了父亲这层芥蒂 两人还能走到一起吗